Automachic 朋友们,大家好! 时光匆匆,又到了爆新闻的时候 今天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的车坛发生了什么重点的新闻 Let's go! 今天的美洲360的第一次新闻 我们先来讲一讲我们熟悉的 King Prodor Myvi Myvi有什么新闻呢? 那就是它在这个车型阵容上将会有所调整 其实这一款国民小车 目前在我国一共有6个车型那么多 从这个列表大家就可以看到 分别是有这个1.3L的手排与自排板 然后自排板又有分成GX 以及XASA这个新的车型 同时在1.5L方面也是有这个H以及AV 所以选择是蛮多的 但是呢,这一回Prodor就决定进行一个调整 主要就是取消到需求不太高的手排车型 还有就是这个1.3的X以及1.3的XASA 那这个X以及XASA会被取消呢 估计也应该是因为需求太低的关系 尤其是这个1.3的ASA版本 它和这个1.5L也同样有ASA功能的 入门车型呢? 相差大约只有3000L而已 那这一次会有这个车型调整呢? 我们相信主要原因还是未了 可能会在今年年尾 或者是明年就来到的这个小改款车型 做一个准备 其实这个3代MIV推出都有一个4年左右了 早就应该推出小改款了 但是之前因为遇到这个COVID疫情的关系 加上最近又有这个芯片短缺的问题 也因此呢,Prodor在去年就只是推出一个稍微改良的升级版 主要就是把这个SAS升级成2.0的版本 不过呢,该来的还是要来这个传说中的小改款MyV啦 我们相信这一回它在这个外观上将会有所变化 包括可能会导入这个被受大家期待的MyV GT的一些设计元素 同时预料在这个引擎还有配备方面也会有所升级 Anyway,这些详细的资料一切都还是等待官方的这个公布才能做准 只不过其实现在Prodor也算是挺忙的啦 除了它的这个最新的Arteva一直在接单以外呢 MyV其实还算是公布应求哦 等车期要等几个月哦 第二个新闻 其实这一款车也算是King来的啦 它就是Prodor X70 这一回是Special Edition现身了 我们之前曾经在我们自己的网站有透露过 就是X70将会追加一个特别版 而如今有本地媒体就捕获了这个Special Edition的终绩 从这张照片我们就可以看出了这个所谓的特别版 基本上就和这个吉利在中国所发表的 博越百万版本是长得一样的 而从这一张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特别版的X70 它采用的是来自X50的Ocean Blue海洋蓝特别车身颜色 同时呢它在这个后视镜 车顶以及尾翼方面呢将会采用一个钢琴黑的设计 并且搭配这个19寸的轮圈设计 如果你觉得这个轮圈有点熟悉的话 它其实就是吉利博越Pro的轮圈来的 至于在内装方面 目前我们暂时是没有收到任何的叠照啦 但是据我们所知这个Special Edition呢 它将会在这个内装的材质 还有工艺上有些许的变化 导入更多运动化还有豪华的元素 这一方面我们相信应该也是参考这个博越百万版 就是在一些细节做一些更多的处理 同时我们也收到消息说 这个特别版的X70呢 将会采用黑色的NAPA皮革 而不是目前顶级版所采用的这个棕色的设计 而动力方面呢 这个Special Edition将会继续采用 1.8L的TGDI涡轮轮引擎 这具引擎拥有184PS的最大马力 风轮流率则是300Nm 并同样搭配7速的14双离合变速箱 动力表现来讲基本上是够用的啦 那从这个配置上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一回这个特别版呢 算是一个Cosmetic版本咯 至于这个特别版会卖多少钱呢 目前官方是没有任何的公布啦 所以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好了 你觉得这个特别版要卖多少钱 才会吸引到你的 第三则新闻同样是本地新闻 不过这回是豪华品牌 Mercedes-Benz 那我国的这个Mercedes-Benz 在上个星期又再度增加一位CKD的成员 他就是 GLE450本地装备版 我过去是早在2019年就已经迎来了 这一款GLE450 4Matic AMG Line 那当时他是以这个 由国外整装入口也就是CBU的形式 来到我国 售价方面这款车只有单一车型 当时卖的是一个 63万8888令吉 而在这回CKD以后呢 他的价格可以说是大幅下滑 来到了49988令吉的等级 而在SSD后面以后呢 他的价格更只需要一个475,000 你就能买到这台车 基本上他的这个下调的幅度呢 是达到了一个16万令吉那么多 已经是可以买一台C-Segment的车 但是这个CKD版本的GLE呢 其实他在配置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哦 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和这个CBU版本一样 同样是采用这个AMG Line的套件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运动化啦 同时也被有这个Multi Beam LED头灯 还有21吋的运动轮圈 以及Airmatic主动式空气悬吊 这个空气悬吊其实相当的厉害 它可以根据你的这个驾驶情况 自行去调整硬度和软度还有高度 而在内装部分呢自然是有这个12.3吋的双联屏设计 并且搭载最新的MVUX 多媒体资讯娱乐系统 以及64种颜色的这个氛围灯 这个也是Mercise 必备的 同时呢我过的这个GLE 它还搭载了Vermister 柏林自身高级音响系统 基本上来讲算是很full spec一下了啦 当然它最大的卖点还是它拥有三排的座椅 而且当你在把这个第三排和第二排的座椅放倒之后呢 它拥有的是一个超级大的尾箱空间 2055公升你受得了吗 那在我国呢这款7人座的SUV 它搭载的是3.0L的直列路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支引擎可以产生367HP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500Nm 并搭配9速的NIGITRONIC自排变速箱 这个动力组合的0-100加速只需要5.7秒 所以你不要看它很大这样子哦 其实它也是跑得快的 这么大的一台豪华家庭车 而且还是奔驰啊 现在不到50万令吉就能买到了 其实算是挺划算一下的啦 那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和这个Mercedes-Benz Malaysia 借来这一台车 为大家做一个深度的测评 让大家看看 究竟买这台车比较好 还是VOLVO的AXINATI比较厉害 最后的新闻 吉利M Grand 也就是我上个星期 为大家报导的这个吉利地豪 正式发表了 全新一代的这个吉利地豪 在外形上的确是和我上个礼拜 给大家看的这个专利图 是长的是一样的 但是在细节详情方面呢 原厂就公布了 这台车它依旧是以吉利的F1平台打造而成 而不是之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全新的VMA平台 而从旁边的这个类本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台车它的车身尺寸方面呢 基本上它是稍微小过C segment车型的 尤其是在轴距方面呢 基本上它只能被称为B plus segment 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吉利 他这回也提到说 这台车它的这个风阻系数只有0.27cd 看来这个漂亮和时髦的外形 它是有一定的有功用的 至于在车尾部分我个人很喜欢的 这个横贯式的尾灯设计哦 它可是由多达176颗LE所组成 相信在这个夜晚它的这个亮起的效果呢 应该会很不错 接下来就看看这个首次曝光的内装部分好了 基本上这台新车啊 它的这个内装设计方面呢 是大量沿用了吉利星月的设计风格 整体看起来就是非常简约化的感觉 也是目前时下一个很流行的设计元素啦 不止如此 它拥有这个12.3寸的全液晶数位仪表盘 以及10.25寸悬浮式设计的这个主机设计 而且这个主机呢还是采用了最新的GKUI系统 但是我觉得最特别的还是它整个内装啊 就采用了这个蓝白的大胆撞色设计啦 整体看起来就是很时髦很fashion的感觉 而这个设计也是许多中国自主品牌 近期爱用的一个设计风格 一个路线 在动力部分这个新一代的D豪啊 将会采用1.5公升 代号为JLC4G15B的自然机器引擎 在最大马力表现方面呢 是一个114PS 而原厂目前也只公布了这个马力值而已 其他的详情暂时还没有公布 But anyway 我在上个星期就和大家说过了 Proton 正在计划在我国开发一款代号为 SS11的全新神灵车型 基本上就是这个新一代的D豪了 它将会成为我国的Proton Private的接班人 不过呢 这款车来到我国将会采用1.5公升的 涡轮引擎 而不是中国的这个自然机器引擎啦 也对啦 如果用这一具114PS的NA 相信会给这里的人骂倒乱 你会期待这个新一代Proton Private的到来吗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360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这四款车里面 你有什么看法要发表吗 你觉得这个Myvi 应该最佳GT车型吗 你觉得这个新一代Proton Private应该要有什么 又或者是你想要看我们试驾这个GLE450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 踊跃发言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的评论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以及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跟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